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公 大约哥 向秀 小秀 妈 小秀 老佛爷在屋里等着呢 好 大约 湘雪 气派呀 很贵吧 不行 湘雪 你这真是发了啊 怎么样 以后有什么生意 介绍介绍 咱们一起合作合作 行啊 你那个皮衣现在打折了是吗 早就不做皮衣生意了 你不做皮衣了 那你做什么呀 我现在搞装修 以后啊 相信 你开什么分店啊 尽管找我 我帮你装修 保证优惠 你行吗 行吗 隔着门缝看人了啊 好赖咱也是个业务经理啊 我这个人哪 就是干一行爱一行的 当然了 不是见一个爱一个了 他们这是干什么的 大闹 你说前面那帮人是干什么的 我哪知道啊 要不我帮你打探打探 帮打探 我一看就知道 至少是个业务经理 够劲啊 这一圈套的瓷尺 燕雀燕之洪湖之之灾 你瞎准 谁是鸟啊 我是鸟 我是一只即将展翅高飞的大鹏鸟 行了 知道本经理的设计顾问 是谁吗 谁啊 大名鼎鼎的著名画家教授艺术家 谢天书呀 我小舅啊 有活尽管拿来吧 怎么样 通吃 吹大牛 妈 老佛爷来了 来 老佛爷小心啊 老佬 你跟咱妈都交代清楚了 交代清楚了今儿可明白 放心吧 吃脑袋 妈 妈 来你 燕子 小龙啊 开好店啊 知道了吗 行 你坐那边 好 来 小舅 上大闹哥的大奔吧 好 大闹哥 你这大奔还真够气派的了 那是 跑得过我姨的广本吗 没问题呀 走 小舅 咱们超过小姨的车怎么样 你这车行吗 行吗 你小个菜子大闹哥这个奔驰攻击车 看点小孩儿嘞 走 走 妈 我们超过你们喽 妈 你还不太坏小子 小龙啊 我说这山林结婚你为什么不去啊 跟他们在一块儿 你可真行 乡下有什么好吃的 有失身份 烦 我拿不吃大区的 不给 你给不给 有身份 你到吴欣妓酒店喝去啊 你别以为我去不了 告诉你 早晚的事啊 妈 妈 妈 你瞎你怎么弄 你别说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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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屋里坐去吧 妈 我来照顾 来来来来 你坐好 妈 好好好 不许不许啊 嫂子 不许来 你 你看 你看天叔 来吧 来 洗澡官呢 洗澡官呢 哎 哎呀 好好 妈 哎呀 妈呀 妈呀 不知道今天是谁和谁结婚哪 妈没饶你 干嘛 妈 妈 谁呀 山林干洗澡 哥 真是那个 我知道了 真的 大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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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哎呀 这乖子 我不让你跟我一块儿照顾你老婆吗 别跑远了 扣着点 得灵啊 哎 来了 哎 奶奶来了 山林 来来来来 奶奶 来了 奶奶 来来来 真是那孙媳妇洗澡 哦 瞧我这孙媳妇多真巧啊 心眼鬼眼 来来 奶奶 他们家呀 人都透透了 他这么想到咱们盘上亲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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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林啊 嗯 洗澡啊 嗯 你们俩呀 早点给我生个大重孙子 哎 洗澡 我们家老太守皇都发个话了 赶紧表个态吧 好 好啊 奶奶 您的大孙子和大孙媳妇 一定不辜负您的希望 春宝给你生一个 虎头虎脑的大重孙子 行 哎呀 奶奶 看我的大孙子 长得虎实实 长得 大重孙子啊 就这也就长得虎头虎脑 哎呀 奶奶 奶奶就给他起个名啊 小名叫虎娃 好 奶奶 好的老婆 让你妈给起去 好 好 哎呦 这名的起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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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林啊 喜鹊 咱得把这名记住了啊 山里都藏了个大老虎 哎 姥姥 姥姥 山林这名还是您起的吧 哎 咱是种得乌铜树 引得凤凰来呀 这山林还不引得成千上万的喜鹊来呀 哎呦 哎呦 你这说什么呢 怎么把我们上年当皇帝了 什么事啊 不 不 我是说呀 哎呦 我这帝妹呀 是百里挑一千里挑一万里挑一 小云 你说对不对 哎呦 你怎么那么秀女君 秀女君 哎呀 老婆 她奶奶笑颜嫂嫂来了吗 哎呀 奶奶早来了 妈在里屋等着您哪 别忘了你走啊 快走 妈 快下入训都入训 哎呀 来来来 这边 来来来 坐坐坐 奶奶 哎 奶 老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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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来啦 你好吗 哎呦 笑颜 坐下 没想到咱们孩儿人亲家啦 那可不得 来 坐吧 坐吧 来 妈 快坐下 来 坐坐坐坐 坐坐 小心点啊 妈 坐这 妈 坐那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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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我陪着你啊 你怎么在这儿啊 我陪我老婆呀 你都一群老太太 你在这儿多没劲啊 我咋子 我俩都是什么生人 我一个人不自在 怎么呀 我这 你陪我去吧 达达 小姨的话你听不听了 来 妈 坐下 来 快坐坐坐 来来 坐下 达达达 一会儿 老婆家不着菜 你可帮得了啊 这儿都帮着了 达达 这孩子 你转眼就不见影了 妈 没事吧 天叔 疯狂 这就是咱们 搭牛丁顶的谢天夫 是咱出第一个考考大学了 这边是个大教授 叔叔好 你好 最配我想救了 一度的文化人又有风度 哎 人家都说呀 这个外甥啊 像舅 我咋就跟他不靠边呢 不是啊 我要是他那样 保着女的 厚定堆堆 是啊 你们男人当然都想成 像一小舅那样 可是 一切一切 那多好啊 就是 什么一切一切 你真不能假不懂 或者 你小舅大埋伏吧 擀手 从雅 赶得下的眼里 二叔 二叔 Bild 你怎么癌呢 做煙呢 做 vai 把水都穿起来 妈 天后哪有天后 胡子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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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叔啊 天后啊 胡子来了 快 天后 天叔 胡子来了 妈 胡子来了 妈 不要紧 胡子来了 我知道不怕 快叫天后他们来 去这个地方 妈 藏起来了 妈不怕的吗 胡子来了 咱们人多 不要紧他 胡子来了 胡子来了 不怕 大闹 藏起他 大闹 快点 天后 天后 胡子来了 天后 到屋子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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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这样有多长时间了 差不多 有个百月了吧 从上次妈闹着走的时候 其实就犯病了 那我上回给家里打电话的时候 妈的身体不是还好好的吗 咱妈的病就这样 好一阵换一阵呢 妈的身体怎么一天不如一天 那过去不是好好的吗 那怎么身子骨说垮就垮了呢 行 妈怎么样 没事了 已经睡下了 这就什么事啊 一会儿人似的 一会儿鬼似的 这老年迟带症啊 拿香气话说 那就是魔症 魔症 咱家没有魔症的病根啊 妈怎么会得这个病呢 天后啊 妈是不是受什么事的刺激了 什么事啊 我听老汇人说 这老年人要是得了这疯疯癫癫的病吧 肯定是被什么事吓的 那比方说 他睡觉的时候突然被人给叫醒了 你比如说他那宝贝东西突然丢了 再比方说 比方什么呀 你就别绕圈子了 有话直说 不是 那比方说妈的私房间丢了什么的 老子 你是说那存折吧 我就随便这么一说 今天全家人都在这儿 我把话说清楚了 妈的存折 我是找了多少次都没有找着 但既然妈是住在我这儿的时候 存折不见了 我一定会把她找出来的 我想她是不会丢的 这是妈病的时候 不知道藏哪儿了 等她清醒了 我又不好问 我 我也挺为难的 你看我就说了一句话 你咋说这么多呢 你傻意思你这是 Pardon 相许啊 哥对不起你们哪 你和天叔你们两口子不容易 你看妈生病了 你们两个替大家担待着 哥真昏哪 天红 天叔 妈现在都这样了 我看就留在这儿吧 别了 让妈先歇会儿 待会儿我把妈带走 我照顾着 要回你们回 妈留在这儿 别的 爹 你给我住嘴 该说的不说 那是你 说谁呢 让妈呀 在刘华玉住一阵子 兴许呀 她病又走了 毕竟这是她的根啊 哥 你就别跟我争了 我照顾妈行 妈有儿子 没有说妈得病了 住在女儿家里这个理 天叔他们两口子够累的 让他们歇息 妈呀 就住在这儿了 他爹 郭先生你再把你妈接来吧 你说咱家刚娶了媳妇 到时候你妈一犯病 那山林和喜鹊 她还不打季节她俩 我想了 我说你怎么回事 你又欠够了你 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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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 我说你 嫂子说得有道理 你知道 我看这事就这么定了 妈呢 今天我们带回去 妈在我这儿住时间长了 她也习惯了 时间一长 也没啥累赘不累赘的 对吧 过两天我到外边去找个保姆 习惯就好了 湘羽 这事咱就这么定了 哥呀 你可不知道 咱妈这病多拖来人哪 您看十个孩子 不看一个疯妈 我可领教了 想一想啊 天叔和湘羽真不易 咱们都愧对她们了 啥愧对不愧对她姐 这都是自己家人 说着干啥 就算是咱为了照顾妈 闹了点矛盾 说白了 不也都是为了个孝字吗 天叔 妈无论如何到我那儿 再住些日子 刚在我那儿住了小半个月 这刚习惯啊 你不说她这个病 不适合老挪地儿吗 再住些日子 就这么定了 等过些日子再说 别让她再玩水了 再玩是晚上飞尿汤子 你不能再玩吧 来 来 妈给你擦个手 有人吗 来了 妈妈 燕子 燕子 这死崽子哪儿去了 妈 待会儿回来给你擦脸啊 来了来了 有人吗 有人吗 来了 买东西啊 来 进来来 进来呀 妈 是我 带红啊 走了这么长时间 连个音信都没有 现在还知道回来呀 咋 回来也不进门 还等着我请你啊 我是来接方方的 啥 我要和大脑离婚 接方方走了 爸 姥姥 来 方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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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认识妈妈吗 你砸这水 你看你弄的满地水 怎么这么不懂规矩啊 我听话 讨厌 还哭 方方 过来 来 妈妈抱 来 奶奶抱来 来 奶奶抱走 来 奶奶抱走 来 不哭了 不哭了 奶奶抱走 不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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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红啊 是天云回来了 妈 哪有天云哪 不是 不哭了 不是 不哭啊 乖乖乖 姥姥来了 大闹 自己看着办啊 帮走 哎哟 严韵哪 没走错门吧 不是说到深圳不回来了吗 什么东南西北风又把你吹回来了 你还认这个家呀 人家是回来跟你离婚的 离 离 有什么呀 不都做了一年多的挂名夫妻了吗 谁怕谁呀 真是 多大点事 要把芳芳也给带走呢 什么 芳芳是我的儿子 我要带芳芳走 戴红 你把舌头捋直了 你再说一遍 我这次来是跟你离婚的 而且还要带走芳芳 你找我打 是不是 你打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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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不敢打你了 我 放了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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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离子干什么呀这是 站住 站住 杀人了 你干什么 你放哪些 出去半年作 我一回来还要孩子 你说 你在外面干什么去了 你放手你 我不放手 你说你干吗去了 你干吗去了 你打呀 我不敢打你啊 你打呀 你打呀 打呀 打呀 大师打呀 你 你 你们干什么呢 我是戴小姐的律师 我在给我的当事人取证 取证 取证 取什么证啊 我的当事人告你家庭暴力 并且经常殴打他和他的儿子张放 要求遇你离婚 并肃请 将儿子判给我的当事人 有毛病 你 你也找打是不是 把那破案给我 这是我当事人给你的律师函 看仔细了 如果同意协议离婚 就协议离婚 如果不同意 那么我们真由法庭上见 看什么看 看什么看 滚 都给我滚 戴小姐 请 戴小姐 有了这盘录像带作证 儿子 就是你的了 戴小姐 我们走 戴胡 你给我听好了 要离婚可以 要儿子 没门 门都没有 门都没有 有 第一个回合我们干得不错 妈 孝孝你吓死我了你 结束写完了 休息休息 是吗 不行不行 喝下酒好事了 快去 妈 听话 妈 我们一集合嘛 不行你看你 向雨 那那看会儿吧 嘿 还是老爸好 还不怕他 晓晓开门 你从没想到过 会有这样一个女儿吧 妈 是大闹哥 我没这么说 里边坐 大闹来来来来 快坐 晓晓 怎么了 你老是怎么了 这在我们家挺好的 大闹 瞧那身酒气 该上哪儿喝酒去了 晓晓去泡杯农茶 不喝不喝 我坐一会儿就走 我说我们两个人在这么小的一间房间里睡觉 小舅妈 带红回来了 那是好事啊 好什么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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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回来 不仅要跟我离婚 还管我要儿子 我跟她说 我说离婚 离婚可以 要儿子 没门 门都没有 你看你 太气的了 大闹 来 别着急 慢慢说 坐一说 大闹哥 大闹 你这事还真是有点麻烦 你说你们孩子那么小 现在闹离婚的话 这法院多半是会支持女方的 大闹 你可真混啊 戴红刚一回来 你就对她动手啊 我 我 小舅 反正我还是那句话 要离婚 可以 没问题 要儿子 没门 你这孩子就是傻呀 有道理说道理吗 你打什么人呢 你这叫家庭暴力你知道吗 这对你更不利啊 这对你更不利啊 我 家庭暴力 那她呢 她还离家出走呢 一年都不给家里一个信 连儿子都不看一眼 这算什么呀 这算什么呀 小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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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舅妈 这官司啊 我大闹就是倾家荡产的 要跟她打 要不 你找善雪看看 她认识的人多 可能会有办法 我谁也不找 这官司 我赢定了 不说了 我走了 喂 开车了没有 你喝了这么多酒 你开车了没有 没开车我开车干嘛呀 我呀 留这条小命啊 还跟她打官司呢 走了小舅小舅妈 妈 都几点了我要睡了 睡啥睡啊 你还没睡够啊 大闹出这么大个事 你睡得着啊 我睡不着我有什么办法 是她老婆要跟她离婚 又不是我要跟她离婚 妈 妈 没事 没你事 你睡觉吧啊 没事 睡吧 小点声 姥姥 没事 没事 您睡吧 睡吧 没事 睡吧 大闹 你上哪儿去了 你说大闹都在等你呢 等我干啥呀 给你出主意呗 来 咱们开个家庭会议啊 咱帮大闹拿的主意 三个臭皮椒还顶个灼亮呢 拜红要离婚这事啊 咱真得好好合计合计 妈 你让我睡觉好不好 同意 睡 睡觉 睡觉 你干嘛呀 你走不走 妈 睡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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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闹 儿子都快被人抢走了 还喝呀 大闹 我可跟你说啊 放红是咱张家的死亡 谁都不能抢走他 知道不 知道 知道 妈 妈 快睡吧 妈呀 又是你明明显该多好 为了不少呀 现在 现在你说你让我 找谁去拿主意 我呀 咋办呢 妈 谁呀这是 我以为是哪个不堪眼的 人家来到我这店脸呢 原来是你爷在那儿 林大老板 有劳您亲自出来接见我 多有打扰 实在不好意思 见谅了 别没大没小的啊 要学会尊重长辈 什么长辈啊 香雪 我跟你说啊 你别占我便宜啊 我怎么占你便宜了 你 你告诉我 叫我姐叫什么 小舅妈呀 那你该叫我什么呢 这 这事 你别老往小舅身上扯呀 咱 咱俩得单算 行了行了行了 看把你急的 怎么 这么快 就来找我合作了 我这儿 可是没什么装修的活 介绍给你啊 不是这事 那什么事 没事了 我呀 路过这儿 随便看看 走了 站住 是不是你老婆要跟你闹离婚 你找我帮忙来的 谁说呢 没哪回事 还不好意思说呢 我告诉你 我姐早就告诉我了 这种事有什么不好意思说的 离就离呗 怎么了 一个大老爷们 还怕找不着老婆呀 补穷才是为了她老婆 我是为了我儿子 你那么英雄好汉的 你找我干什么呀 不是他们出了一张律师函吗 我想想请你帮我看看 参谋参谋 行啊 大闹 没想到 我还真是小瞧你 你挺有能耐啊 你居然还会打老婆 那年份就该打 我告诉你 大闹 我平身最横的 就是打老婆的人 怎么没出息 能帮就帮不帮拉倒 给我找能帮的人去 你还有理了你 到底谁求谁啊 给我 你行 好 有学习 有个性 那我要是帮了你 你拿什么谢我 随你 怎么谢都行 算了算了算了 看在我们从小在一起长大的份 这回我就帮你一次 我告诉你 这个律师函啊写的都不是人话 我也看不懂 这样吧 我帮你找个明白人给策划一下 只要把儿子判给我就行 这个我想应该没问题吧 你那个事是在哪个法庭啊 西关法庭 好 我知道了 你回去吧 等我信 对了 这官司要是打赢了 你叫我医生小姨就行 你把我儿子弄回来 我叫你姨奶奶都行 好 那包衍 好 燕子 嫂子 瞒着呢 大闹在家吗 不在 妈呢 在吗 出去买菜去了 那方方呢 在里面呢 我去看看啊 火机没有化石的 这打火机没有化石的 有 有 方方 方方 想妈妈了吗 方方 妈妈抱啊 姥姥 你干什么呀 姥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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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什么呀 姥姥 姥姥 你把孩子给我 姥姥 姥姥 你把汪汪给我 姥姥 姥姥 你看这孩子吓的 姥姥 你把汪汪给我给我 姥姥 姥姥 是干什么呀 姥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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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是干什么呀 姥姥 你把汪汪给我呀 姥姥 姥姥 你把汪汪给我呀 姥姥 这是干啥呢 咋回事啊 太累了 大虹 大虹 你一边去 你要心疼你儿子 你躲一边 我妈以为你是胡子 她怕你 知道不知道 妈呀 胡子走了 没事了啊 妈 妈 你别害怕 来 把芳芳给我妈 妈没事了啊 来 给我 妈 这儿奶奶在这儿呢 妈 没事儿胡子走了 妈 把她给我啊 来来奶奶抱 奶奶抱 奶奶抱 奶奶抱啊 奶奶抱啊 你看太老了 妈 没事儿了啊 那 燕子 把那姥姥扶屋里去 来来来 芳芳 不害怕啊 我害怕 不害怕啊 芳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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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什么 你想抢芳芳啊 妈 芳芳是我儿子 还是我孙子呢 你要是个合格的妈 当初你就不会把 刚生下来的孩子 往家一放 你一个人出去快乐去了 一年多了 你连个音信都没有 现在想当骂了 晚了 妈 我知道以前我错了 现在我就想要回我儿子 做梦去吧你 来 燕子 以后她俩不许开门啊 那我就等你电话了 放心吧 你香雪的事就是我的事 改天文元大猪一起出来 那这事我可就全靠你了 没事儿 没事儿 我开车送你 不用了 我两步就到了 好 再见 再见啊 谢谢啊 再见 慢走啊 等等 还有 你还有什么事儿啊 还 还有 朋友送给我的海参 我看你气色不好 你用了吧 对你有好处 不用了 你看 我都拿来了 收下你 我说了 真的不用了 孩子 这些年妈一直在想 我这辈子也许是选择错 对你 对你父亲 都没有尽到责任 可人是会变的 你不能给我一个 改成错误的机会吗 你让我给你一个机会 那时候你给我爸一个机会了 你给我一个机会了吗 孩子 我们能不能找一个没有人的地方 好好地静静地坐下来聊一聊 哪怕是吃顿饭 行吗 我看没那个必要 再说我也没有那个时间 你好 你好 我们认识吗 不认识 你们怎么了 吵架了 我跟楚霍认识 楚霍这个人挺好的 从来不发脾气 但是我看她刚才好像生气了 我们争论了几句 哦 你们认识吗 我是她母亲 哦 是这样的呀 阿姨 你好 那一定是楚霍惹惹您生气了 你跟着我干嘛 哦 不对 那个 我也是顺路 哎 你是艺术学院的呀 你怎么知道 这包我姐夫也有一个 他是美术系的 美术系 对 他叫谢天叔 你认识吗 当然 我们是同事 哦 那怎么称呼您 我姓令 哦 对不起 我还有事 我先走了 这事也太巧了 楚霍的妈妈 你卖车干什么呀 这不梳子没钱了吗 其实我也不想卖这车 哎 我跟你说 这车可是没牌啊 我不 我只管擦车不卖车 谁说的 三猴子说你专卖二手车 是他让我来找你的呀 三猴子 他怎么不来啊 他说这买买小 直接找你就行了 这猴子又玩什么发活了 这猴子又玩什么发活了 车卖多少钱 一百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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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顶天的三五十 你也太黑了 这车九成心 才买不到一个月 要不一百吧 一百 留着自己骑吧啊 行行行 五十 五十行了吧 我着急用钱 这车不是偷的吧 你真有意思 我就在对面有一厅上班 这是车偷的 我敢上你这儿来卖吗 给给给 四五 走走走走走走走 没点什么药 给我要两个螃蟹 好吧 那这个好 你待会儿还怎么要 你先 这不是嫂子吗 这位秘书 你也买菜啊 是啊 嫂子啊 今儿你得多买些好菜 回去好好庆祝庆祝 庆祝啥呀 你们家谢老师啊 都当主任了 下午宣布了 已经走马上任了 怎么 这么重要的事 你不知道 我知道知道 你别说 谢老师啊 还真有才 但我们令主任 也真够赏识她的 嫂子一忙啊 我先走了 好 再见啊 再来四个 大一点的啊 你这个好这个 小龙 帮我开点店啊 我出去一下 你干嘛去 我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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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出去吃去呗 我想吃海参 海参 我还想吃人参呢 这可是你说的啊 这肚子里的孩子 改天要生出来 瘦了像猴肝 你可别赖我啊 哎 回来回来回来 够了吧 哎 小龙啊 这身哪儿来的呀 哼 这辆车 我给他修好了 擦干净了 明儿 刀出去 准能转一把 哎燕子 你这带你吃肥牛 真的 真的 走 你怎么来了 上架座去吧 姐 我有重大发现 什么重大发现 一进去炸呢 你上俩我告诉你 快快快 上车吧 姐 你知道那个姓楚的 是谁的女儿吗 谁的女儿 是姐夫她们美术系 一个老师的女儿 我刚才还看见楚华跟她妈 在街上吵架呢 这 这不可能啊 要是听说她们系的老师 听说她不会不认识 再说了 她们系里面 总共才那么几个人 姐 你怎么又不信了呢 我告诉你没错 我刚才还跟她说了话呢 那个老师她告诉我说 她姓 她姓令 令主任 有这么个人吧 是啊 那是听说她们的系主任啊 哦 就是那个 一直要推荐姐夫当主任的 那个令主任 好 我说呢 什么难怪啊 姐 这世界上有那么巧的事吗 你妈病了 姐夫去找个大夫 结果找的 却是她们系主任的女儿 她还不知道 而这个系主任 又整天嚷嚷着 要把她的主任位置 让给姐夫 你说这事 能有那么简单吗 我觉得 难说 谁知道这里面 有没有什么事呢